我們今天非常開心聽了Angela 來和大家做個分享 我們同事準備要將導演駁上鏡頭 麻煩大家答一答 或許Angela先說幾句 和大家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來欣賞這一套電影 是一套小品的電影 而且我們都選了一個很興奮的時間上映 就是很臨近聖誕的12月22日 很希望大家看完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和你們身邊的朋友分享一下 謝謝 導演你聽不聽到我們講話 Hello 導演 導演請你聽幾句話 聽到聽到 Hello 各位觀眾好 很高興大家今天可以來到優先祥 和我可以和大家溝通 很感謝大家來看《紮樓微塵》 所以我們白握時間 大家有什麼感覺 都可以立刻去問我們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感想都可以發表 有沒有人 那邊的各位觀眾 真的覺得不夠皮 兩個小時 各位觀眾說兩個小時不夠皮 可能要拍四個小時 有沒有其他觀眾 或者有什麼製作上 或者演出上的問題 都可以問兩位 害羞 這位觀眾等一等 導演你好 我覺得很棒 我直接問問題 那個Candy 她在公園裡 寄了一些底褲 或者BRA 給人 那個是什麼意思 謝謝 其實那段的設計 是因為 其實都一直有這個市場 上面是一直有一些 女生會做一些 可能是底褲 用過 或者是所謂有味的底褲 會寄給一些 可能有這方面癖好的人 這個其實都是有這個市場存在 不只是香港 我想是日本 台灣 都會有 我們都是假設 Candy 其實她都會 除了會有一些 其實她都會找方法去生存 這個是其中她一個 以往 關常會去做的一件事 但是你也看到 其實她都是 其實她都是不誠實的 她都是會 用她的方法去處理 有趣事的 就是我們拍攝的時候 有拍到我們電話 就是開了Carosel account 200元一條 有味底褲 那時候我就 咦真的 不是弄出來的 因為有部機要拍 然後是有幾個人問 問我多少錢 然後我覺得很可怕 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沒有拍攝 我們銷售什麼產品 但是純粹就是有味底褲 但是已經很多人問了 覺得很神奇 好 後面有位觀眾 導演你好 我想問一下 整個戲的發展 女主角就變成踏實了一些 相對之前開場的時候 而男主角的發展到後面的變化是什麼呢 因為她一直都挺踏實的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田小姐就是 你怎樣去處理這個 就是做人媽媽的角色呢 就是要是跟你以前做的戲 或者你的年紀有一段差距 是 我先回答 我想其實我和編劇一邊聊過故事 或者我們喜好的就是一些人物設定 我們看到她可能由開頭到中間 到結尾 其實她未必她一定要經歷了一些很大的轉變 或者她一定要解決所有問題 我和編劇都是比較覺得 人生 就是真實的人生 很多時候是 你很多事情其實都處理不到 或者有些事情其實沒有很大的能力 是可以改變到 但是最重要是她 去過了這段時間 她和哪些人建立了關係 她做了一些什麼決定 她選擇 我們看看她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去做 所以可能你會覺得 澤哥 其實她從頭到尾都沒有好過 她生意一直差 一個中年人 她一直轉譯不到 但是她甚至乎 就是 撿了粒 媽媽又死了 但是她起碼她經歷了這段時間 遇到Candy也好 或者見到這個社會的狀況 她都有一些價值 她自己是會去堅持著 大概是這樣 有什麼人 這個角色 真的是我接過這麼多戲以來 成長旅程最完美 還有跟我以前的戲路 真的非常之不同 用怎樣去準備和揣摩 其實 可能沒有些很粉絲的答案 我記得那時候有去Facebook 找一些 大概去到中五六 已經消失了 有些同學 為什麼他們消失了 通常都是 因為 不小心被人搞大了肚子 他們很快就 離開了一些群體的生活 自己在那裡成長 Candy也是這樣 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她沒有什麼朋友 都是用自己的方法 用她很機靈的一些手段 去生活 還有 對 我做個單親男媽 有很少照顧小朋友的經驗 但是 真實的小朋友就叫Honor Honor其實她媽媽很好 讓我帶了她兩三天出去 還有她有蠶症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在那幾天 是accumulate了很多 照顧小朋友 還有跟她相處 這個角色很特別的就是 就是媽媽其實 沒有這個能力去進行那種 很正常的 嚴厲 或者很嚴苛的 那種 母女的管教的方式 所以就會有一種 好像是朋友的關係 但是有時候會對她嚴厲的 所以這些關係 除了在拍戲的時候拍戲以外 都有一路去建立這個關係 所以 我們很friend 我很喜歡這個小朋友 拍完之後 我們的關係還是繼續 謝謝 謝謝 是 其實這個結局是很open end 其實澤哥最後都繼續做保安 但是其實她又再做回聽結 然後Candy就繼續做完那個cosplay 其實想這個結局是怎樣 即是想帶出些什麼呢 是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都感受一下 如果是一個open end的時間 可以大家想像一下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我會這麼想要有這個結局呢 是 因為我覺得 人生有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 你經歷了一些狀況 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看看怎樣去走下去 其實這兩個角色都是 就是 就算是澤哥 他不能做這個清潔 但是他轉了行做保安 但是他有一些 他自己 他看到一些狀況 他自己都會出手 這些是他自己相信的東西 他自己的一個尊嚴 那 反過來Candy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他繼續下去 究竟是為了女兒的生活 或者他和女兒之間的生存的問題 他還會不會 即所謂走歪路 但是他在中間 他經歷了這些狀況 他多了一些思考 那我覺得 就是 可能我想在這個故事 就是focus在這段時間 他們的這個關係 或者他們遇到這個狀況 他們發生了這些事 所以就未必很sharp 就覺得 我都給不到一個答案 大家在疫情下 究竟怎樣可以找到出路 但是就算是找不到出路也好 我們保持著實力 保持著健康 希望可以一路走下去先 等待 好 有沒有其他觀眾 有問題呢 或者有沒有觀眾有些分享呢 是 都很想聽一下大家對這個 電影的感動 前面有位 Hello 導演你好 其實少少分享 就是 其實女主角做得很好 但是他其實最初 為什麼要去 就是我們很老 很白的說 為什麼要折袋 選一份這樣的工作 其實中間那個鋪排 是不是好像未夠 有這麼漂亮 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後 可能沒什麼工作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做這份工作呢 還是其實他照著女兒 所以不可以打全職呢 大家我們看不到那個轉折 為什麼要去選張濟聰去做那份工作 如果那個鋪定位 我覺得再做多一點的話 大家會容易理解 為什麼女主角要走這一步 明白 謝謝你 要解釋嗎 我也沒有什麼解釋 純粹是 最直接就是 因為他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 因為他們是同一棟的工廈 他真的見到 又找工作 嘗試什麼工作都找一下 這樣的狀態 對 是 我打算說些無聊的事情 你說 說吧 說吧 沒有啊 那如果我一開始化到自己 那樣普通一點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說完 還有沒有其他觀眾有問題 或者想 有意見呢 中間 我想問問導演 是不是有個結證版 因為看那個trailer那裡 你說粗口那段 張濟聰是變了 是說這個社會壞 但是你不一定要做壞人 和戲裡面說 就是 你這個世界欺負 你不可以做欺負人 是不是有個結證版在那裡呢 是沒有那麼爽的 結證版 是 結證版 我們現場拍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開始拍都是沒有結證版 就是全部都覺得是講粗口 就是那個moment 他要講粗口就講粗口 但是就 因為trailer 它要是公開的去播 所以就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結證版本 就是才可以在各大的公開平台 可以 是open for public 是 或者我們還有時間問多一些問題 你好 我想問一下袁小姐 我記得我看過你的訪問 你又說 你演戲上面有一個突破的點 那個突破點是 在這套戲的支持營停之後 還有在中間 就是你在這套戲那個揣摩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大概是 上年的年中開始就 中了很多casting 那 before that 我有一段時間 是cast什麼都不中的 就是可能二選一的情況 我都會輸了一個機會 那如果最真實的答案就是 就是阿聰的那個workshop 其實是可以分享多一些就是 因為我們天下一 就是一疫情開始 大家都記得是完全 有一年是幾乎停工的狀態 那其實演員做幕前 是完全沒有東西做的 那時候我們就 就是阿聰剛剛加入這間公司 那他就說 為什麼我們不 就是我覺得 幕前或者是演員界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對演戲的討論 或者那種 那真的因為那個workshop 那剛巧阿聰他的啟蒙老師 就是APA那個老師叫林立三 那我都 其實很久 五六年前已經開始上林立三老師的課 那但是因為他是 outside school的一些課程 其實我上了少少 但是又好像未完結 或者學了很多很theory的東西 但是又未能夠將它們放下去 就是put into practice in life 那所以在那個workshop 阿聰是 就是他做了很多exercise 是把這些很不grounded的東西 是consolidate了 我就是在那個workshop 就是除了我以外 我們什麼人會上那個class 就是Locker 林婷 Fish Jennifer German 都是我們那個班會 Jerani 很多我們天下一的演員 是在那個workshop那裡學了很多東西 而那個workshop 是進行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那大概每個星期就是 我等到4月3 誰有空就來 那我們 Jerancie 和鎮朗 是阿聰的好朋友 所以都會來 那這一班人 我們的bonding是很好 而且很癡善 我們真的會晚上7點鐘開始 就做improv 因為演戲的很basic exercise 就是做即興 我們真的瘋狂做 會去到凌晨3、4點 其實在那段時間 我是看到自己有很多不懂的東西 然後慢慢去抓到 或者感覺到演戲是什麼 而答案通常都很簡單 就是可能be honest 或者清理一些自己的問題 演戲其實不是一些表演 但是我做小丑 我現在做殺手 就是不是一些很fansy的東西 就是真的變成 就是把一個人 回歸成為一個人 然後很誠實 和很pure地去看待這個世界 所以我會覺得 林老三老師真的很重要 但是對我有這個轉變和click 或者簡單來說 令到我終於可以在casting裡成功 是阿聰是功不可沒 所以我很感謝他 也多謝你的問題 謝謝 有一位 還有一位 Hello 導演 首先恭喜這個 年紀元哥今晚上的延創音樂 因為之前我也訪問過顯仁 也想聽一下導演你的感覺 因為今次電影裡 也有提到一些關於移民的一個問題 所以對於今次製作他這個配樂 你覺得你會怎樣形容今次的合作呢 你覺得今次的配樂會不會令你會有什麼感覺 或者Angela 對於配樂上的那個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感受 謝謝 好 多謝 多謝你 首先就是 因為我和顯仁都 從小到大 所以有很多默契在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因為今次製作 就是我以往的一些短片 短劇 其實都是找開他做的 但我覺得今次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因為 因為它是 以往那些是剪好了 剪好了 或者剪了一個 第一剪 那他才看 才開始參與 才開始參與 但今次其實是 未拍之前 我們已經給了一個劇本給他看 所以這個都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自己認為 很大的原因 是他可以很早 大概已經拿到 我們這個故事的質感 我們就很早就已經一路去談 究竟 我們最初談 其實是談 用什麼樂器 用什麼樂器是適合的 我們都很快 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覺得是想用一些 一些奏實的一些樂器 可能是一些 吉他 甚至乎是一些 木吉他 或者是 Ukulili 這類 比較輕巧 因為我們都覺得 我們故事裡面的人物 他們其實都不是說 很可以 很有力氣地去 捉緊自己的命運 有一點都是隨著社會 隨著環境去 隨波逐流 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覺得 好像是一些 奏實的一些 樂器 再配合一些 可能是 勾子 或者單音 這樣的 menody 會比較 配合到故事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 挺重要的因素 因為 我們很早已經 由劇本開始 第一次他已經 看到 他已經了解到 理解到 變成我們 基本上一剪好的時候 剪好 第一剪的時候 其實他 和演員之間的溝通 都不用說太多 他已經準備好一些 一些 做了一些 draft出來 其實是 有一些是 沒有什麼改過 就是 main melody 沒有什麼改過 當然是一直更新的 但是基本上 第一次收到的音樂 其實都已經是 六成都是 大家現在聽到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因為 可能 是 因為早 早 理解到故事 所以 這個都是一個好處 Angela呢 我呢 對配樂 就 不算是很靈敏的那種人 所以可能我的 見解會比較粗淺 一些 但是我挺喜歡 有時候有些戲 配樂的發生 是比drama 發生 我就很害怕 那一類戲 但是我很喜歡這部戲 就是 它是伴隨著 角色的一些 emotional change 就不是 說一去到 就是可能 假設我說辛苦你了 那段戲 就推到爆了 想觀眾都感受 那 我現在 我現在喜歡這個 version 就是 作為觀眾 會有一種 會更加進入到 角色的感受 但是 我不算對配樂 很敏感的各種人 可能表演 那方面會比較 sensitive 好 那今天在院裏面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多謝導演 和多謝Angela 今天和大家做個分享 那在我們離開之前 都想跟